我再帶您關心到要代表民進黨參選五都的蘇貞昌和賴清德 昨天晚上他們連妹出席台北市台南市同鄉會的聚會 來爭取支持 而席間他們巧遇了前民進黨大佬沈富雄 他語帶玄機的說蘇貞昌這回參選 設計的漂亮 不論輸贏都是贏 讓蘇貞昌連忙說沒有設計 還要外界不要見縫插針 炒作他和蔡英文有心結 蘇貞昌 賴清德一起到台北市的台南同鄉會聚會活動搶票 原來台南名人票還不少 你瞧這是林志玲的媽媽吳慈美 還有這一位已經退出民進黨的前立委沈富雄 欸 你這個設計是漂亮的 不要啦 我怎麼設計 贏了贏了贏了 贏了贏了 贏了 都總贏了 無所不及贏了 你怎麼知道 沈富雄愧蘇貞昌參選台北市這部棋 下得好 不過外傳 蘇貞昌和蔡英文可是為此中轄心結 甚至關係向到冰點 台北縣也就是現在的新北市 我當過兩任的縣長 鄉親復老對我的熟悉跟信任 我會全力來支持小英主席 那我們一定大家都會團結作戰 那不必要在這個人 在人這個見縫插針 或者講些有的沒有的話 國民黨不斷的放出風聲 刻意去營造說小英主席跟蘇貞昌不合 這個是有選戰策略的運用 那這個也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在兩個城市的選情危機 炮婆轉向國民黨 蘇貞昌也對要他回應 流亡政府說的好龍兵正面回擊 民進黨已經通過決議文 我們都認為我們現在的國民 就叫中華民國 我們也當過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 副院長 立法委員 現在正在選五都的市長 好市長要好好專心市政 不要整天就是企圖挑起意識形態的問題 迎戰對手不熟亂 蘇貞昌也要讓外界看到 他是選真的 不是選假的 女士新聞 蔡霸檢施封 台報道 緊繳的搭配 是等於是